行車糾紛演變成街頭全五行 兩名男子行經桃園巴德去出路口時 疑似行車糾紛一言不合 在街上扭打在一塊 勸架女子也差點挨揍 火爆衝突嚇壞所有目擊民眾 火爆衝突一觸即發 車來車往的街頭其實右手一揮 鄭重對方臉蛋 兩人扭打在一塊 你一拳我一拳 誰也不讓誰 這是一名女子心急如焚想支開兩人 但根本使不上力兩人年超緊 以下叩頭以下叫囂 連路過的學生都看不下去上前勸架 不到四人全抱成一團 還差點衝向車道 嚇得目擊民眾拍下過程 街頭全五行疑似又是行車糾紛 8號上午一輛機車和自小客車 行進桃園市巴德去永鋒路時爆發口角 還越演越烈出拳又動腳 一名用路人以及另外一名行車 駕駛自小客車的兩個男性 發生了行車糾紛 雙方有拉扯 那與警方到場時 雙方皆以離開 以社會持續無法通知雙方到此就辦 一次行車糾紛讓街頭成了全機場 警方後續也通知雙方答案說明 釐清案情 簡註強團報道